欢迎收看新一集的Gaddued Live 今集有我Andrew和Law为大家主持节目 这个星期前两天我们也做了一个开箱 但我想今天星期的焦点都集中在CES上 其实每年CES都有很多新的科技大趋势 今年的趋势又会是什么呢 我看今年的情况跟过去不同 如果我们过去看很多趋势 在首两天的Keynote 就会看到很多新产品的发布 今年的情况有点不知是特别 或者是几家厂商也有夹过 可能今年2020年十年的开端 新十年的开始 你会看到Samsung、Sony、LG 这些大品牌 其实他们的Keynote 反而不是说很多新产品的发布 甚至乎有些牌子 整个Keynote 一件新产品都没有说过 好像Sony 完全没有说过 Samsung用了最多时间的着物 就是在人工智能 LG也是在人工智能 而Samsung大家最有印象就是 它的波 即是出了机械波 其实都是示范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形容 而今年的新产品 在台上反而没什么说过 而最后就回到摊位上 大家去看实物就算了 所以今年很多产品都要靠我们同事 在那边下场才能看得到 变成我们透过一些Keynote 或者直播 就看不到很多不同的产品 所以今集我们想说一说 我们同事Martin在美国 因为他现在还在CES的会场 下个星期才回来 从他送回来的资料 就去跟大家 我认为一些Keynote 没有说的东西 就是今集我们想说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先说什么 电视是什么 今天我打算不说 原因是因为电视很靠 即是现场看画面的质素 感觉 因为基本上电视 如果你说打开新闻稿 打开一些规格看 就报报差不多 都是8K电视 多少寸 最重要是画面质素 所以下个星期的直播 我会有一位神秘嘉宾 现在不说哪位 跟大家到时再说一下电视 大家密切留意 今集我们开始用什么设计 PCM讲回主体 我们讲电脑的东西 在去之前 其实我们大家都预计过 今年会有很多电脑的产品 但实际上电脑是很多的 但反而更多就是显示器 过去几年都有些新的显示器 但今年的情况比较特别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别 它就分开两类 以电竞来说 它就可以去到很高的更新率 亦都有新的技术 就是我们十二月尾的时候 介绍过一部 华锡行mini LED的 Creator的螢幕 原来今年很多牌 几乎各大品牌都出了 mini LED的产品 所以可以讲一讲 我现在有一条影片 可以继续出去给大家看 现在眼见这个 就是我想在会场上 可以说整个CS show里面 找到的一个hz数最高的显示器 这部大家看看 那只眼睛 那只眼睛 就是一个360hz的 RG 电竞的显示器 很夸张 右手边那只 就是一个240hz的显示器 其实 为什么要去到 那么高hz呢 因为 在某一些 移动动作 特别快的游戏 情况之下 240hz 都仍然有一些 残影 有一些闪 当然 在大部分的游戏 240hz 基本上都很定 但是 目前大部分 螢幕最多都可以去到 144hz 144hz 284hz 就已经在去年 都是一个很顶级的 规格 但是 这次就再去到 360hz 为什么我们要去到 这么高的hz 就是 横向画面 横向卷軸的画面 是特别容易看到 拖隔 和拖尾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 如果你说 120hz 都够 其实如果 2020年 就算你买一部 可能一个 规格新一些的电视 都已经有 智星的 82hz 即是说 可以用电视 来打机 真正正 因为 2020年 很多电视 都有4k 82hz 而 LG 是有智星的 所以 如果我想买 我记得去年 2019年 有些牌子 今年也有 2019年 华锡 出了部 65吋 打机 其实 今年 Azor 在会场也有一些大画面 的打机 但 如果 你电视机 都做到 智星82hz 某程度上 我又不用 特别买 一个大画面 的 电视照片 先看看 在LG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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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就是 我们 虽然是一部电视 但我重点 放回Gaming上 是 是的 在电视上 如果支援智星 究竟有什么 好处呢 当然 你不需要另外买多一支 一来 二来 玩赛车游戏 应该 如果要玩到 智星 暂时 要用电脑 要用电脑 或者 很简单 你不一定 整部大鱼龜 放在厅里 其实很多人 都有一些 电竞的 设计 设计 你用设计 设计 插进去 就可以 开到 智星 比起 十五寸 或者十七寸 的屏幕 在电视上 绝对爽 真的爽 这个就是 大家会 买屏幕 如果你是 电竞方面 我相信 今年的 选择 会多很多 但当然 要看价钱 我认为360Hz 的价格 不明的 今年有个情况 很多牌子 例如Samsung G9 出了两部 G9 G7 G9 是一个很夸张 49寸 49寸 等于 两只32比9 开到的 好像在2017年的时候 也有一部 49寸 这部也是针对 这个 一 电竞 1000R 弧度 的一个 显示器 其实 这麽大的 屏幕 32比9 这个尺寸 1000R 是有需要的 一个弧度 很深的 反而 低回一个级 大家看到 这部 是G7 这部也是1000R 这部也是1000R 但因为 那幅画面的广度 并非 又小的 所以你觉得 广度 非常有关 但 령 把个正面的广度 并对 并 카드 你会看到 弧度 device 可以帮助了 摄 coun形 原因是當你坐在中間位置 其實你看中間和看左和看右的視覺距離是一樣的 不會有些遠的地方看得不清楚 包圍感是強很多 玩槍遊戲或者玩賽車遊戲的時候 這個就很重要 你變成一個人陷入畫面 所以如果你覺得很極致 我真的想要一些很漂亮的螢幕去玩遊戲 其實這個G9 都算是今年整個會場 我想電競螢幕裡面其中一個的表作 這個Refresh Rate當然沒有360 但其實已經是240Hz 都很不錯 我挺喜歡這隻螢幕背部的設計 都挺有科技感的 挺漂亮的 不只是閃燈 而是整個線條 有些設計 有些好像在看《Star Wars》那類型的圖片 當然 當老師以前有一個影片 設計是有什麼 對 很重的科技感 所以這個就很漂亮 如果你的螢幕是面向長的話 就沒有什麼意思 對 對 電腦螢幕 其實今年就會有這個 的情況 Ultra Gear 這一個也是 三個螢幕 這三個螢幕卸來玩 這一個其實很多都要搏 當然你是一隻螢幕過 我覺得像Samsung那一個 會比較好 現在的螢幕 雖然說是薄邊 但怎樣薄也好 其實都會有一條邊 某程度上都會影響 如果你說我一隻螢幕過 其實去到 剛剛 32比9 其實都很不錯 這個就是三隻 21比9的薄麻的玩法 這個都很特別 但我覺得像Samsung那一個 會突破很多 至少一隻 應該怎樣計算到三隻 其實今年的顯示器 可以關閉我們 其實今年的顯示器 除了電競螢幕 其實都有另外兩個趨勢 一個就是Creator PC 無論是上次我們提供過的華碩 其實今年的Lenovo 都會有一些 Asa和Lenovo都有 對 就是Creator PC用的顯示器 而我自己看到就是Lenovo 基本上整個規格 都很接近我們上次試過華碩 而Asa 雖然主打是Gaming 但其實它的亮度 其實比我們上次介紹的 一千list更高 是一千四百四十list 更厲害 一千四百四十 其實華碩就有一隻一千六list 但我們上次試過 就沒有試過那一隻 一千六list 一千六list 一千四四零 亮度的用途是甚麼呢 主要是給一些遊戲的開展 對 因為很多時候 你做一些HDR遊戲 究竟你那個光位要錄多少呢 它需要亮度的寬容度 是更多一點 而且現在 因為有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Mini LED 其實選Mini LED 原來聽說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就是要看看 它究竟是把螢幕 選了幾個分區 光度控制區 平均是一千一百五十二 如果是Mini LED 基本上那個區域 是一一一二 其實已經很密 因為好像上次華碩 我們試過的 32吋 32吋螢幕 這麼小的螢幕 除了超過一千個區域 其實每一個區域 都是很小的 小於是一塊手指甲 所以基本上 它出來的光區域 已經是很高的 這個就是 如果你在這麼小的螢幕做的時候 是Mini LED 就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你說電視 其實今年也有些電視 說的是 做Mini LED 或者Micro LED 但Micro LED 是屬於另外一種技術 但如果電視用Mini LED 其實也是主要做 這個小的光區域 背光燈的控制 今年有幾個特別的螢幕 除了我們說 Creator PC 另外有一種 就是商業用的螢幕 商業用的螢幕 其實去年HP 都已經推出過 它們的賣點 就不是說 不一定要很高的 Refresh Ray 也不會說 會很光亮 但是它就會很方便地 配合你的商戶人士 譬如它可以 螢幕供電給電腦 即是說你的電腦 是不需要用火牛的 你回到公司 就這樣把電腦放進去 插USB-C 就可以 通過資料 充電 上網一條線 就完成了 還有它也有一堆USB 在螢幕後面 你可以用手指也好 或者搏其他螢幕也好 幾部螢幕也好 都會很方便 是的 另外今年也有一些雙用螢幕 一些像模組式的設計 例如像DELL 有一批螢幕 就是腳架 即是腳架還腳架賣的 Panel 還Panel 賣的 這個方法好像有似曾相識 好像某個貴的牌子 你基本上就是 例如我想要一個 TELLAMIC的尺寸 或者我想要 兩隻螢幕 三隻螢幕 或者四隻螢幕 做一個鏡頭 你就可以模組化 去買不同的Panel 去砌你自己需要的螢幕 這些可能是一些工程 或者是一些財經的運用 銀行的應用 就會用到這一類螢幕 以前也有這樣的設計 不過可能是 要大家買四隻螢幕 然後再配一些長架 把螢幕放在牆上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現在就會方便些 有一個整個模組 讓你慢慢逐行逐行 這樣 是的 這個都可以講過 講完螢幕之後 電腦 電腦 電腦是在哪裏 電腦是在哪裏 先看影片 電腦 電腦播放 Intel 那條 為什麼要先說 Intel 呢 原因是 你的電腦也是 Intel 大頭 CPU 其實今年電腦方面 Intel 和 AMD 的鬥法都很精彩 是在哪裏下的 今年開始就多了 應該說2019年 市場上就開始多了 AMD 的電腦出現 其實幾年前都有 不過幾年前 不是太多人會在意 或是太多人會留意 去提議這件事 但去年很多廠商都 陸續推出使用AMD 處理器的電腦 當然 Intel 都不收拾 去年Intel 推出了 街賣了 開始有十代的電腦 其實今年CES 裏面 Intel 和 AMD 各自有 Keynox 其實今年AMD 那邊更精彩 為什麼呢 原因是 這幾年AMD 都 迫得Intel 多厲害 所以令Intel 在CPU 推出 那個時間 或者每次推出 新的CPU 那個進度 比過去幾年 快了很多 例如今次 會有10nano Tiger Neck 處理器 展覽出來 另外 比較特別的 就是今次Intel 都做回顯示卡 一個獨立顯示卡 叫做SE 當然 大家如果有玩電腦 一段歷史 其實 某程度上 對Intel 做顯示卡 是有少許 保留 保留 有些陰影 原因是 首先 很久之前 Intel 都出過一次獨立的顯示卡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或者是暴露連齡系列 你也玩過 有這個i740 大家還記得 當年i740 未推出之前 大家就有些期望 但實際 出來之後 當你在一些遊戲上 或者在一些3D的 一些Benchmark上 跑的時候 就發現 那個表現 跟它聲稱 有很大的出入 最大的問題 是Intel 當時做這個i740 產量是很龐大的 而當時 很多時候 都是透過電腦 主機板的生產商 去做i740的顯示卡 幾乎大家都用公版的設計 為何他們都要做顯示卡 原因就是 跟晶片組有關 他們拿晶片組貨的時候 就要抓住i740 所以當時有一段時間 大量 i740顯示卡 反彈這個情況 今時今日 這個SE顯示卡 究竟出來了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就 觀望 至於為何他會做顯示卡 最主要就是 當然Intel的CPU 其實都是會有 同一個GPU核心的 Graphic Engine 在CPU裏面 為何他又要獨立出來 做多一張顯示卡 最主要都是可以做到一個 協同效應 合得更好 對 連接 當然這個顯示卡 展覽了出來 其實Intel 未有上市的時間 而且這類卡 我相信 我個人很相信 都不是一個很高 不會等同於現在 NVIDIA 或者AMD 即是一些 中上級型號 我覺得都是一個中價 或者是入門之中價的 FID卡 有張卡 有張卡 整張卡 原來我有一張卡 等一會兒我們可以試試 讓大家看看 其實AMD 為何我們今年講得那麼多AMD 因為他推到Intel 做了一件事 Intel今年會出一些新的 十代的CPU 這個就是MV 是的 1050 這張1050入門卡 為何小諾夫會給我們這張卡 為何要留意 這張卡 很像現在 Intel 好像Intel 真的很像 但你遮住PCB 你可以看到的位置不多 小諾夫的意思是 短卡 只有一把風扇 那對power要求很大 因為如果是 很高power 你一把 二次不夠 所以 其實他估計 那些行家會想 會不會其實 這個 產品 DGF 其實 可能只是這個 1050 1050的級數 1050是甚麼級數呢 我們還未有 Benchmark 下個星期 還未有 這個 這個是1050 很舊的 我自己 我自己的 desktop 即是在公司使用的 Desktop 我裏面就切了一張 1030 來的 1030是甚麼 1030就是 著賭機 你不要當它有3D 打LL 還可以 不要打CSE 為什麼要插張1030 內 主要是要升回 DISPLAYPORTS 就是要升回 RAM DEC 要夠高 因為 如果 BILL IN 那些 INTERGRAPHIC 過了1080 解像度 就會開始 插 不可以的 甚至出不了 甚至不能上升 所以要換張1030 進去 那就不說 Performance 1050 我有印象 這張卡 好像是1000元左右 當時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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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GRAPHIC 都是走這些 位置 不會很高 Performance 這張卡 INTERGRAPHIC 要做1080P 遊戲 1080P 遊戲 都很入門 現在 現在 今年 有個特別的 如果大家想買 電腦 可以留意 今年的 INTERGRAPHIC i3 處理器 為何會想 i3 因為 我們 選擇電腦 一向都會選擇 i5 或者i7 對 為什麼 因為 今年的 10代 i3 都會進化到 4核心 8條 等於 三年前的 i7 三年前的 i7 即是 八代 七代 七至八代 i7 你會買到 i7 i9 是 核心來講 如果 i3 可以走到 4核的話 應該 和 八代 i5 應該差不多 對 所以 不是 我 預算 有限 我想把錢 平均 放在其他 或者買一張 顯示卡 或者 剛才我們說 換好一點的螢幕 有機會 考慮一下 i3 今年會出現 這些情況 CPU 即使入門的CPU 也好 效果都不錯 反而 你說真的 今年的情況 有機會 就是 你會見到 現在的螢幕 有機會 是 走高檔的位置 不一定 全部螢幕都走越來越貴 但如果你是有要求的螢幕 其實 你放多些 預算 在螢幕 那裏 可能整件事 出到你 效果會更加好 明白 明白 接下來我們會說 哪類型的 題目 接下來我想說 幾個 記憶 其實 今年很特別 就是 例如Sony 一路 完全沒有消息 說過 Sony 是有搞車的 例如Apple 搞自然車 說了很久 蓋得很密 Sony 真的沒有提過 搞自然車 我記得 在Keylook 那天 突然爆了一輛車 而那輛車 不是很概念 而是真的 走得走得 而那輛車 也比較像真 即是比較像現在 一輛實物的車 還有它在台上駕駛出來 不是這樣放在那裏 Benz那輛車 你明知它是概念車 因為不會是頭產的車 但Sony這輛車 實在是一輛 即是你現在走出街 是不會覺得這輛車是奇怪的 當然 即是貼近現實的情況 是很高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Sony 會做一輛車 而這麼特別呢 因為最初大家就會想 會不會Sony 好像Tesla 或者 很多 曾經都出現過 而又不見了的 科技公司 而是搞車 但Sony 是否要走這條路呢 事實上不是 大家 當日看完影片 就問Sony 會搞車 其實最主要 就是Sony 做一個解決方法 告訴所有汽車的生產商 他們是有些技術 可以方便放在一輛汽車裡 例如鏡頭的運用 你怎樣可以用不同的鏡頭 裝在車不同的位置 而做到不同的功能 第二件事就是 一個車內的娛樂系統 這件事在Sony現有的技術上 是做得到的 就是 特別是 我覺得 這次Sony 還未講得很準 他主要是講 譬如 鏡頭 怎樣去做一個自動駕駛 或者是一個安全駕駛 譬如 如何感受到前面有障礙物 或者是怎樣去看到駕駛者 是不是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態 做了一些壓力 這些功能 不是做了一些好人工智能 起碼這輛車沒有講到自動駕駛 即是沒有講自動駕駛 即是沒有講自動駕駛 即是真的人駕駛出來 即是人駕駛的車 另外這輛車的前面板 是一個全顯示的面板 其實這個技術 就不是Sony獨有的 其實在 很多牌子 或者是很多日本的 一些做汽車component的公司 或者做LCD面板的廠 都已經開發 或者已經在供貨去做 即是TaylorMade 在汽車面板上 即是一種切角式的LCD面板 現在甚至乎市面上 已經有一些新的車 都用了這些面板 接下來有一部車 應該今年三個時間會落地 就是Benz 他們也有電動車 應該不是自動車 但它的面板 就是有兩個10.5吋的屏幕 一個面板就是用來做 理數 車速 另外一個就是娛樂系統 以及車的控制 panel 要分成兩個 panel 但Sony好像一條過 對 所以你說是否很驚異 又不算 但你會見到 其實如果他真的做了一輛車 而這輛車是有這些技術 就是Sony可以提供這個方法 是 其實今年Sony在展館上面 都有幾個這些區 其實Sony 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其實它在專業 即專業的應用上面 是有些挺強的實力 當然 譬如有人問 為何會有台乒乓球桌 在打的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片 其實有一間房間 就是有一張乒乓球桌 有人在對打 其實那間房間在做什麼呢 那間房間 想讓大家看到 一件什麼 基本上 你不需要帶任何的感應器 你很自然做你的動作 其實他已經很快可以掌握到 兩個運動員的動作 打乒乓球的動作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譬如現在有很多VR的應用 或者VR Game Room 你可能要帶一些很重的裝備 我見你們早幾天去打VR 要帶很多鏡頭 才可以掌握到你的動作 去反映影片 或者畫面出來 但是對於玩家 有很大的負擔 因為他的設計也很重 如果他不需要帶那麼多感應器 如果他在身上都做到的話 整件事真的會很不同 而且那個動作始終是沒有那麼自然 是帶了一些感應器 因為你遷就著 你怕弄爛感應器 其實這件事就是 SONY一直都會在一個專業應用上 無論在影像 或者聲音上 其實做了很多這一類的解決 只不過平時大家就比較少機會去見到 大家可能會比較在意 就是SONY究竟有什麼新產品 但其實現在SONY已經轉為做一間 專門做解決的公司 就是他賺錢 不是做 我認為是 食物產品 其實很多在專業應用上 例如我自己 去年 耍魚的時候 就跟SONY去日本 做他的耳機 其實在行程中 我們就去到SONY去品川 以前我們去品川 以前也有一個叫SONY Studio的地方 但以前的SONY Studio 真的很舊式 一間房間 就放了一些機器 就是電視台用的相機 電視台用的螢幕 那些東西 最近這次去SONY Studio 其實他那個SONY Studio 是剛剛重新做過 因為基本上是搬去一座 新的大樓 上次我也有拍片 就是SONY的總部 裡面就有一個SONY Studio 那裡其實是放滿了 不只是專業產品 而是他怎樣用SONY的技術 去做到不同的東西 那樣東西 就不是一件一件產品給你看 而是原來運用這些產品 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方案 譬如在今次SONY的Keynote裡面 其實有一個頗著脈的 就是關於運動直播方面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那段影片 其實就是他們的鏡頭上面 有一部 有一個盒子 有一個手機 那是美國CBS 跟他合作做一些 5G的 5G的 室內檢測 你會見到 就是他現在 存在的4K鏡頭 就搭了一部電話 你眼看下去那部 不是Xper 1還是Xper 5 但那部是5G的版本 對 然後就夾了一部電話 在鏡頭上面 一個收發器 就可以令到完全無線傳播 那就是用了5G的電話 做一個傳播器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做一個直播的傳播 還有CNBC都說過 其實這一套東西 他們現在試過很順暢 接下來東京奧運當然會用 他們在研究有什麼新的方法 去做這些運動的拍攝 例如將來你會見到 有一部無人機 在場館上面 跟著阿朗拿刀 一邊跑一邊放近 但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以後就有可能做到 這些角度 以前如果你要設置這麼多GCAM 在一個運動場上 那個無線傳送是很難做的 很難做的技術 當然他不是用一個公眾的5G網絡 他也是自己按照 一些獨立的5G傳播器 去做接收 一些Microcell的裝置 但大家會看到 將來真的有5G的網絡 很多業界 甚至我們 日後可能做很多影片的直播 不一定要坐在這裏做 其實走出去 或者隨時在一個記者會 其實在2017年尾 日本多角莫已經在做5G實驗 有一隊日本女儀組合叫Performer 他們同一時間在三個地方 包括倫敦、紐約和日本 三個成員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一起跳舞 然後用5G技術 將他們三個人同步合在一起 他做了一個演出 是很厲害 所以 看到5G應用 在媒體製作上 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這件事 今年的奧運 應該會是一個很精彩的示範 尤其是日本 我想在製作上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鏡頭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取景方法 未必再像以前一樣 日本人 我相信 他們會施展、溫生、解數 你不要說 我們有沒有8K、4K廣播 你只看製作 都已經很不同 沒錯 說到Sonic 也不可能不說 那就是 PS5 對 我都很期待 PS5 當日我們看 當然他用了幾多篇幅 以及是一個 第一個他所說的產品 當然最後 未有正式產品出著 只是確認了那個標誌 確認了標誌 確認標誌 以及預計是今年年尾推出 其實之前 已經是去年 說了 今年假期前 那個假期前 究竟是感恩節 還是聖誕節 應該差不多 美國也是年尾 12月的時間 對手XBOX 經常是那個時候 只不過 自從前幾天 在Keylook上說完之後 一直都 有些風放出來 其實有一些 收藏的功能 沒有在Keylook上 或者沒有在之前提過 仍然有些殺手間 大家可以猜 當然 你猜到是什麼 有些人猜 會不會是兼容 之前那麼多代 特別是PS3 PS4 的遊戲 這個都 傳了出來 是的 那 隨此之外 還有什麼殺手間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當 PS5 和 Xbox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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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部機都發表了之後 技術發佈之後 Xbox那邊 一路 打口水戰 就說 我比較厲害 我相信 因為根本是一部Windows 是電腦來的 你砌得多厲害 都可以 就說 比下去 PS5 當然 作為遊戲家 或者大家作為消費者 這些說話 聽完就算了 最重要 最後都是取決於 遊戲 夠不夠遊戲 其實 Xbox不是不夠遊戲的 只不過就是那些遊戲 好像PC遊戲 不用特地買一部Xbox 很多人在PC玩了 直接在Steam 玩了 或者在Steam 玩了 就不同 PlayStation PlayStation 有很多 真的PS自己獨佔的遊戲 日本人做遊戲 和美國人做遊戲的方向 兩種遊戲是不同的 究竟有什麼殺手間 不知道 你們做開遊戲 會比較多 你們怎樣看 PS5 我相信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買PS5 請大家先換一部4k 真的換4k電視 最起碼 甚至乎是8k 8k也買不起 平平平平平平一部4k 我相信這類型機 也不只4k 起碼4k 還要有82hz 也會換成 會 因為它說明 可以去到82hz 是的 就是4k 82HDR 如果4k 82hz 2020年推出的未必是入門版 你還要看看哪個型號開始有4K8E 這個投資很大 等於之前一兩年而已 不是一部電視機有4K60 仍然有些電視機是沒有的 會閃的 要等到2018年才開始有4K60的電視機 但仍然是入門機是沒有的 例如你買Sony 它需要某一條線以上的電視機才有4K8E 8幾幾幾的電視機 要記住8條很漂亮的電視機 電視機有兩體 是否很重要呢 稍後我也會試試 因為我手上收到幾個牌子 有幾條線聲稱8K 或者叫做Ready for 4K82的電視機 其實很多人都忽略線材這個問題 究竟HDMI線 當然我會特別強調 因為這類線 我手上收到的線 不是特別貴的線 不是那些我們玩錯影音 這條線什麼 乾纖 然後2、3千 不是那些 可能是幾百元的線 究竟這類線 而聲稱有4K8E 4K60 這類線 可不可以呢 稍後 遲些都跟大家試一試 大家密切留意 今年都收到這些 說起遊戲 你怎麼看DELL那部 UFO那部 又轉一轉 好像遊戲機 但其實不是遊戲機 其實它真的是一部電腦 不過它可以有兩邊手掣 好像Switch一樣 你可以拆開手掣 套回一個框架 然後就像Switch一樣 它本身是一個類似 八吋螢幕 我記得 八吋螢幕 即是一部iPad mini iPad mini iPad mini 7.9吋 差不多一部iPad mini 這麼大的螢幕 不是小小的 它說的是一KG 兩磅 兩磅 兩磅以上 差不多一KG 差不多一KG 我一部iPad mini 都是二百多克 它說的是五倍 其實這類產品 之前也有很多概念機出過 但最後 過去的經驗 好像沒有補得 正常應該是沒有補得 這個畫面 我覺得挺漂亮 夠漂亮 是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畫面 我覺得可以 1080 即是全1080的畫面 你看到也不想用 因為有殘像 很多殘影 這些螢幕 這些螢幕 你會看到 現在畫面上 那個手掣 沒有很大 好像switch 一個獨立的主機 跟顯示器 還可以再放進大的電視機 有Docking 就可以放進螢幕 那兩個 不用Docking 直接插 那兩個手掣 可以拆出來 做一個獨立的手掣 但應該沒有說 可以有什麼體感功能 好像沒有 沒有 純粹控制 應該好一點 因為這麼大的掣 用來體感也挺有用 他本來是將PC遊戲 變成手牌遊戲 當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會不會玩PC版的食雞 或者玩PC級的東西 但在手掣機上玩 嗯 我真的覺得很重 很難出街 是嗎 還有 玩電腦遊戲 一件事是電力 我是蠻關心的 因為現在新版的switch 他都強調 某些遊戲 可以玩九小時以上 但是這類PC 你想想 PC 要有Display Card 要有CPU 還有一個Windows 即使Windows 10S 也好 他都相當耗電 究竟你這個螢幕 這麼大螢幕 這麼高的螢幕 這麼大螢幕 這麼大螢幕 要那個螢幕 要走多久 如果你告訴我 要走兩三個小時 就真的沒找到 這也是概念版本 實際上是不足的 是啊 而且始終試過的人 即現場試過的人 說的都是比較重的 不是 Martin說很輕的 兩磅 因為美國還在用磅 和安市 即不是十訊劑 兩磅 雖然兩磅 都是一公斤左右 即是九百多克 如果用Notebook來說 九百多克算輕 是很輕的 但是一部手提機 九百多克 剛才有沒有說過 手感 這個iPad mini 都是兩百多克 而這部是接近四倍以上 是有點跨的 其實今年也有些傳聞 其他在CS上 其實都說Switch 今年也有可能 有部 Pro 對 剛剛 這一兩天 這兩天 有傳聞說是Pro 可以出到4K 但是4K也是玩Switch 那些遊戲 有什麼 對 就是螢幕有4K 沒有 你試試玩劍和盾 都是這麼卡通的時候 4不4K 沒什麼所謂 如果螢幕大一點 我自己覺得 Switch 不是Lice 那部 是正常的 6點幾吋 如果螢幕可以大一點 或者螢幕的對比度 現在螢幕的對比度 是一般的 對 而且在街上玩 是很反抗的 如果螢幕更好看 外出玩 沒有那麼反抗 是舒服很多 而且新的iPad 有做過壓平的機器 對 他們沒有做過的 沒有做的 外出是很反抗的 對 對 不一定是4K 我覺得 你做一個 質素更好 的螢幕 現在螢幕 手提版是720 對 低了 手提版可以做1080 真的會贏很多 對 手提版可以做1080 對 最重要的是反抗 尤其是拿出街 因為很多時候拿出街 玩 如果大那部Switch 很多時候我自己看到 真的拿出去 跟別人一起玩 可能兩三個小孩 拿手提版玩 就玩派對遊戲 就動螢幕 那你四五個人 或者兩個人三個人 看著那隻6吋螢幕 在那裡 好逼 基本上現在的電話 都已經有6吋以上的螢幕 如果大一點 7吋螢幕 質素 好一點 就已經差很遠 我覺得還可以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Switch 是不是也會有動作 即是說未買Switch的話 要看 其實今年三隻Console 都有機會出神機 所以今年在Console 我想下半年 Console是熱鬧的 而這個熱鬧應該要延續到明年 因為今年年尾才推出 但你由現在到今年年尾 你就很尷尬了 即是不知道買不買好 買不買機好 現在我在想 剛剛那時候沒有 Remake版本 是遇到馬上玩的 怎麼會遇到馬上玩 現在沒有PS4的情況下 第一提一下 Final Fantasy的Remake版 是會三月三日出的 但它是會斬件碎上的 所以不用太急去賣 Poketmon昨晚開啟了 你不用太急去賣 我不用太急去賣 我不用太急去賣 你好像劍銅盾 原來昨晚發言 有DLC放 不是 是你買完遊戲 然後還要斬件 之後付錢 是後續的 所以現在打遊戲的情況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買了遊戲 就可以了 因為你買完遊戲 還要供養它 真的挺慘的 所以現在打遊戲遊戲很貴 很貴的 我們計算過 如果Final Fantasy 它是當作四集 現在一集已經是500元 即是你賣單計算 是要兩千多三千元 才能完結 中間還要遇上不要有DLC 有DLC更新版 是相當大件事 很慘 好 來到這裏還有沒有 值得說的 都說了 Lenovo 對 Lenovo 今年其中一個潮流 去年華為和Samsung 都分別推出了 手機 接螢幕的手機 但今年CISS出了 接螢幕的電腦筆電 米奇和我轉一條影片 其實這部 FinkPad Flow 之前我們同事在Lenovo 開發者論壇 即是在北京那次都看過 但沒有今次完成度高 上次是不敢被人碰 那部是工程機 是不可以拿上手去操 現在這一部 你會看到 都很放心給大家 或者是示範人員 可以玩的 可以玩的 對 出了兩代 最初是有Android和Windows版本 後來都是同一組做Windows 其實都是賣Windows多 Android版開發之後 但那時候就是 上面是LCD 下面是E-Ink 後期的版本 兩邊都是LED 不是 i5那部下面都是E-Ink 一部第一代是Atom 第二代是一部i5 當然價錢是三級跳 Atom那部很划算 幾千元 可以的 我當畫版用 或者E-Book用 是可以的 Atom那部第一代 我試完之後 可以的 這部機器 那部機器 可以的 可以的 我當作文書機 可以的 出了第二代 i5 不就完美 價錢多很多 但是 萬多人 萬多人 我買一部正常的Notebook 我不需要很擔心 那個效果 或者其他人 因為始終這類Notebook 就是你不是 有一個實體鍵盤 但今次這個 ThinkPad Flow 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有一塊 實體鍵盤的 它會給你 插上去 如果我真的要打字 的時候 你套上 實體鍵盤的 它本身是挺有趣的 其實它會給你一個 手感 壓上去 屏幕的位置 如果你攤開 如果你攤開 的話 那個屏幕 你要叫 Virtual鍵盤 如果你這部機器 是按一摺 接到一半 它就會立即彈出鍵盤 這個設計 挺有趣的 這個設計 這類機器 我不知道 到時開什麼價 但以Galaxy Flow的經驗 暫時 出賭街 只有一部 剛才那個鬼佬 在暗場內 問了價 接著 他說 看看FinkPad賣多少錢 即 那個人 有記者問 究竟這部機器 會不會賣FinkPad 然後他就說 看看FinkPad賣多少錢 FinkPad賣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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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kPad賣一萬多元 一部電視頻 一部電視頻 是十三寸的 但一個好用 就是 如果攤開了 它是一部大的平板 是 Window平板 十三寸的平板 我觸動也行 或者拿藍牙鍵盤 我會變成一部大 電視頻 如果攤開了 例如攤開了一個十五寸的電視頻 例如攤開了一個十五寸的電視頻 但平時我又不想拿一部十五寸的電視頻 很一流 例如上飛機用的 這些電視頻 真是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 我不做事 我攤開了電視頻 看電視頻 很爽 適合老闆的 老闆坐個B仔 記住戴筆 這支筆寫不了 寫不了表 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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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麻煩你空中副人員 拿一支筆給你 現在好像你去新加坡 電子報關 應該是手機搞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是電子報關 你去日本也好像是電子報關 不如這樣說 大支筆有多辛苦 除了Lenovo這部可以設備 之外 其實Dell也出了兩部新機 都可以做到類似效果 Dell那部 我們沒有影片 沒有影片 我們就這樣說 一部叫做Ori 一部叫做Duet Duet 就有點像之前 Lenovo的那兩部機 都是兩個LED屏幕 你只要這樣擺一個 鍵盤的配件上去 就可以做一個普通鍵盤的操作 亦都下面的屏幕 屏幕下面 就會製造Touchpad 用最正常電腦的用法去製造 而另一部叫Ori 其實 有機器有片的 不過Ori感覺上 和Lenovo這部 Thinkpad Flow 很相似 無論尺寸和做法 都是很接近的 當然我不可能說是去抄襲 兩邊都會有特別的方案 但比別人感覺上 兩部機 大小是相似 Dell那部是比較相似 概念 因為它本身的機 暫時有點像 之前 Lenovo在去年年中 在上海、北京的時候 反而不像 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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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相似 很相似 但它沒有一個鍵盤 它有一個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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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它有說 我記得我看外國的傳媒 它說是有的 其實如果將來這類機 真的會出現 比iPad好多 我覺得 的確 iPad打字是一個災難 iPad始終 這樣說 譬如我們做很多檔案 你開過Worxl iPad都真的 雖然現在iPadOS 是好很多 但是都是不好用的 我發現是不好用的 這類機的好處是 要細小 我可以拆開 可以很大 方便很多 的確是 希望出到 我希望2020 是出到這類機 可能是2021 我不知道Lenovo 會不會快點出到 我都不一定 其實你看回Galaxy 4的燒情 是不錯的 我早上在街上都看到有人用 我看到有很多人用的 很多啊 很好啊 萬五元的4G電話 是不是沒有人賣 不是的 是很多人賣 其實是可以的 未來 聽說Motorola 有可能 二月 尾三月 可以出到 我想到時候 那部應該會多人搶 211 會不會有 Samsung 會不會有 未必的 可能會不會有 概念機 即是Dummy機 其實現在 211那部 究竟是S11 我們猜 有傳聞都說 那部叫S20 但我們猜 就叫S11 原因就是 他選擇在 2月11號 即是選擇在 11號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聖目以待 因為其實去到2月很快 有閃眼的過年 手機 又跟著3月MWC 其實今年2月有個CP Plus 所以很熱鬧 2月也是很忙 大家都知道 其實相機都有些東西 即是Nikon Nikon Nikon就是兩部 Nikon就是一部780 一部P950 因為Sony都傳得很厲害 有A74 很快 A73 沒多久 兩年 兩年 所以 觀望 今年是熱鬧的 2018年 就出了A73 如果兩年 每一代很快 比起前幾年 Sony出相機的密度 其實三年 三年一代不為過 兩年一代都好像有點密 其實你想想 那時候A7R2賣了五六年 我還在用A7R2 那些規格 沒有太多 沒有辦法 因為這幾年 Sony要搶 全片 Mirrorless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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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換 R2 R3 就是換了對照系統 換了操控 爽 R4就換了SIMO,4千萬上到6千萬 上到6千萬是極限的 變化很大,6千萬是很幸運的 上次我們試過 我反而覺得一來是一個專業機 二來其實都可以重視在一些視頻的鏡頭上 雖然好像沒有了 一段時間Sony沒有再更新DVCAM系列 但其實我再看,原來Sony不是沒有的 只不過在消費產品的程度就停了 到了什麼位置呢?到了專業的位置 但我挺期待,因為現在4K的DVCAM 是正在使用那顆相機 傻瓜相機的CMOS 如果它是出一顆一吋CMOS 應該是天下無敵的 其實去年Sony已經換了整批DV 只不過它沒有放在市場市場 你去找Sony Professional那邊 但其實那些價錢是不貴的 很貴,竟然不貴 一零多多,比你買相機便宜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15元那部已經可以了 4K HDR都齊了 因為我看到它在Consumer那邊就沒有東西 我以為停了,不是 其實它放在2019年是完全換了 但放在專業的位置 我試過問一個價錢 問一個香港做Sony Professional的代理 問一個價錢 報回來的價錢是便宜的 一吋還是ES那顆感應器 不是舊那顆,而是高感光那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在想,是不是那些相機 將來做這些直播 為什麼呢? 那類相機,除了鏡頭 最主要就是那顆電池的續航力 真的嗎? 用相機拍片好一點 好很多 起碼你一舊過,你進入鏡頭 你不用再套鏡 還有那些有Power Zoom,那些都齊了 你相機起碼,四、五十倍 Hot Zoom 又不夠用 等一會兒,其實 你要加很多在相機上 可能加一些盤子,加很多東西 其實很流暴的 起碼手機,那隻手機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好,我們都吹吹吹吹吹吹吹 好像沒有東西吹都吹了一個小時 是呀,是呀,Toyota 是不是有片子? 播放它吧 播放吧 第三新東京視 其實今年電動車都有幾多的曝光 Benz Benz是概念車 Benz在今年台灣那邊就已經公佈了一部新的電動車 現在大家看到這段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記錄 其實Toyota正式公佈了,這不是概念,是真的會走的 在富士山腳,會建一條城,其實我覺得是一條村 住二千多人的一個都市,低密度,一個小鎮 裡面全部用了一些最新的科技,例如人工智能,電動車,低碳無污染的能源 那什麼人住的呢?他們的員工,其實是員工宿舍來的 但就做了一個示範的探護 最先我聽過新聞局,很厲害,在富士山腳,在一個人工智能的城市 一聽到城市的形容,我就想到第三身東京市 很近的,其實很近的 其實在兩年前,都聽說過日本東京市政府 會和Toyota和幾間大的創商合作 希望在奧運的主場館附近,去全面推行電動車 甚至是有一些電動車可以接旅客去到附近的景點 實際上做不做到呢? 好像是未得住 發覺是未得住 因為始終有很多交通配套 其實大家知道奧運的主場館位置嗎? 主場館位置,不太知道 沒有留意 是一個很旺的地方 是一個很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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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旺的地方 不是一些近郊 其實正正在市中心裏面 如果你說要搞過交通配套 無人車 其實周圍都是住人的地方 那捉地都被搬走了 不是那邊的 搞不及 不是那邊的 因為他想要蓋 蓋一條幹線 是 是 不過在2020年運之前 新疏的很多地方都已經產平了 整個江戶記丁都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 附近 應該說江戶記丁的外圍的地方 其實已經變了 所以 當然今年很多高科技的出現 都會在東京奧運用到的 所以它示範 今年5G 8K 人工智能 這些東西 其實不只是一年會開花結果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2020元年 即是 開始的話 即是 未來的十年 你會看到 其實科技的發展 跟過去的十年 很不同 過去的十年 很多東西都是 基於 手機 手機上網 然後你就會有很多 雲端的應用 引申出來 但未來的十年 相信情況會很不同 還有很多東西未必會是 消費者買一件裝置 感受到的東西 很多東西其實是 後面的服務 所以未來十年是精彩的 總結 我們一開始說 今年為什麼這麼多記錄 都不是說產品 而是說一些遠景 其實就是 未來的十年 其實 大家的生活 會變成一個 什麼情況 讓大家看到遠景 將來 是不是大家會有一個 像Samsung的波 在你家裡走來走去 陪你家裡的狗玩呢 有些東西會實現 是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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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隻 HELLO 大隻 有很多 像足球那麼大 你撩一隻狗應該被狗爭 那個方式 養那隻貓 應該更加被狗爭 所以 那個遠景是很開 所以 如果一些東西 慢慢慢慢 未來幾年去實現 給大家看 未來幾年是相當之精彩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我們就 落實說一下電視機 所以 如果想賣電視 或者想一次過 了解 未來一年 因為今年很多電視 都有幾多新的名詞出現 下個星期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介紹一下 8K電視 或者新的電視技術的字典 我們可以這樣說 好 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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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星期再見